歡迎回到五期新聞王 我是徐俊相帶你挖真相 在剛剛上一段節目 我們一路聽到了這個醫師 不斷不斷的出逃 背後當然是數不盡的壓力 今天我們潘醫師來到現場 潘醫師講了一個內幕 讓我們大家冷汗直流 為什麼他的患者當中 有越來越多是自己人 居然也是醫生 我講一個更誇張的例子 這就不是我們醫院 在新北市新店有一家醫院 中型醫院 他裡面有一個內科醫師 這好幾年前的故事了 我只有聽到那個結果 我才不知道他之前壓力怎麼樣 聽說他一個診 大概要看八 九十個上百個病人 某一天 他白天看診 看到一半也是這樣 大叫一聲就衝出去了 衝去哪裡 你知道新店有那個壁壇吊橋嗎 據說他就從上面跳下去了 一個醫生 優秀的醫生就這樣走了 你相信嗎 這是活生生發生的例子 以前也在我們就是說 我們醫院另外一家 這我知道的故事 我們一家 因為我們是台北醫學院的 輻射醫院 我們北醫醫學院 也有一個輻射醫院 裡面有一個內科醫師 他是怎麼樣 他是有一個病人 他開藥給他吃 然後有一點副作用 不太舒服 那個病人就跑來控告 控告了以後 他就 因為那時候也很忙 沒有辦法好好的安撫那個病人 結果你知道他怎麼樣 怎麼了 病人就從這個口袋 哪裡把水果包 就把它插在這裡 插在這身上 插在醫生身上 當場就送去急診 然後警察來把病人架走 還好他沒有怎麼樣 所以醫生其實在醫院裡面 那是隨時受到威脅的 還有一個例子 像剛剛講到那個 我們講實習醫師 實習醫師或是住院醫師 那個值班是怎麼值的 我們是這樣子就是說 好 你平均 本來就是大家每天上班 8小時 但是實習醫師跟住院醫師 一個要值10班 我們的值班就是說 好 你上完8個小時以後 剩下那16個小時 你就留在醫院 如果有工作你就繼續做 如果沒有工作 可以休息你就休息 可是有的時候真的 8個小時上完班以後 16個小時繼續做 完全沒有休息 那算什麼休息 所以沒有休息到 到第二天 早上又開始上班 你又繼續做 就連續工作30幾個小時 我當住院醫師 實習醫師的時候 也常常會這樣 那在南部 在兩年前 成大醫院 就發生這樣一個例子 就有一個實習醫師 也是這樣值班 值班的第二天 本來要回家了 沒有回家 家人就覺得很奇怪 趕快打去醫院問說 這個人跑去哪裡 電話也沒接 後來被發現 他就倒在那個 值班室的浴室 已經暴斃了 已經沒有呼吸了 七年級很優秀的一個實習醫師 你知道更可憐是怎麼樣嗎 後來家屬說 這個這樣子很不幸 我們是不是有什麼保險 或者說有什麼賠償 就一問之下才發現 不好意思 醫生沒有勞保 所以勞保那些什麼... 傷葬給付 沒有辦法領 然後要申請職業病災害的 那種賠償 一條命耶 什麼給付都沒有嗎 也不行嗎 我們醫生到現在還爭取 我們要納入勞保 就是不行 就是不給 為什麼 因為他們講你們工作時間太長了 要是這樣給你們的話 你們在實習醫師住院醫師 那薪水一算錢 那還得了 就是不給 我們到現在一直呼籲要加入勞保 我們沒有這方面的保障 到現在還是一樣 所以醫生 為什麼你說會有很多人出走 其實第一個 其實什麼行業都是一樣 我覺得很簡單 所以聽到潘醫師這樣講起來 你會發現你從大七的實習醫師 一直到主治大夫 大家都面臨了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那現在大家擔心 你可以看最新的這個統計 到了2022年 還有8年而已 內科 外科 婦產 兒科急診 要少掉7000名的醫師 五大千塊 後來怎麼會怕 會這樣沒辦法醫生來給我看 很嚴重 是啊 人才流失 它其實會造成一個市場上的供需失衡 像我們講的 婦產科的例子就很嚴重 為什麼 因為台灣大概有六成的縣市 現在找不到婦產科醫師可以看 就是我們一般的鄉鎮 我們在台北大概還可以 可是比較南部 比較鄉下 很多地方是沒有婦產科醫師 媽媽如果懷孕 女孩子有那個婦科要找醫師 那你就頭疼人 就找不到 接生也找不到人 那有一個例子 還滿誇張的就是 我有個同學他在那個很有名 新竹國泰的婦產科 新竹國泰醫院 新竹好玩在於說 因為他是就是說我們講 竹科嘛 那很多科技新貴 所以那邊的出生率 比台灣其他地方要高 對 因為很多年輕的 而且有收益的感生 對 結果那邊的婦產科醫師不夠 所以他們每一個 工作量都很大 大到後來就是說 產房也不夠 醫生也不夠 變成是如果你要生小孩 不好意思 你要預約 三個月 甚至四個月之前要預約 你沒有預約到 不好意思 那你去台北生好了 你如果要生出來 他要出來就要把你拚出來 當然是痛了 我才去找醫生 我還跟你三個月預約 那你要先來 而且你要每個月做產檢 要一個月之前預約 那他們就這樣 他們每個月的一號 開放預約 結果到後來怎麼樣 新竹地區的那些年輕人 都知道我不去預約 我不用在那邊生了 所以前一天的晚上 就有人跑去掛號處的前面排隊 還不是一大早 你要前一天晚上去 你還來得及 那新聞報導也報導過 就因為這樣排隊 產生一些糾紛在那裡吵架 這個新聞曾經報導過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就生小孩多的地方 婦產科醫師 會缺到像一個珍稀的那種 缺乏那個資源一樣 好 我們聽到了 醫生的斑斑血淚之後 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我們要透過岳陽連線 請仁正在日本的親皇 來告訴我們 他為什麼會用一個形容詞 形容時下 45歲下的上班族 叫洋蔥族 為什麼 他在日本還有一個新的觀察 叫做車上生活者 那是什麼樣的一群人 不要走開